中国平方球公开赛看王浩的表现如何 那今天这一场呢也是硬仗 横卧球板 但是打法呢很像直板 来的比较快 会直板横打 到了国外进行赔练 但是毕竟国外的运动员的时候 比赛的过程中对方很难适应他 第三个网号 更多青少年让他们也直板横打 可以说个人的先天条件 直板横打有这么突出的能力 4比5 日本的目前的这个中间的实力 先我们 发球开始 进攻也从发球开始 现在进入相持 点也有所不同 有的时候呢是在高点 有的时候在下降点 漂亮 因为他这个打法 是在平方球相对比较成熟的情况下 进行了一个 他这个就完全 而是直板横打 不推打 不推打 漂亮 下蹲 砍式发球 这样苏银健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就以11比8先下一局 稍后我们来看第二局比赛 江天一 韩国的金领基 中国的刘毅 然后中国选手王浩 德国选手奥恰洛夫 新加坡选手李虎 奥地利选手陈卫星 是中华台北 是中华台北的一位运动员叫江洪杰 中国平方球公圆赛 男子单打应该是第四轮的比赛 漂亮 闯过难关 现在王浩是0比1落后 记这个中国的销球运动员 将承办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的 这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2015年的一次预演 所以现在的苏州的是否能够一鼓作气 对王浩来讲能够 中国选手许欣是第二种子 那王浩是在中间 反败为胜 这是今天的看点 对方直接抢攻 旋转球 拉起来 这球看起来好打 实际上是飞旋 漂亮 几球 一个就是松平界太 一个是丹羽孝西 这两个运动员威胁都比较大 他们俩打法很相似 个子都不高 都是一巧 0比3就落后于日本的松平剑太 长城战的比赛中 当时王浩是0比4输给马龙 屈居亚军 漂亮 动作就会变形 还有另外一场 就是许欣对东华 是发球接的不好 就这个高抛球接的也不是很理想 蛋糕抛 接高了 还是下蹲砍是发球 王浩接的都不好 这个球 现在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路 只有这个搏杀 可能这时候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9比7 高抛球 马龙和许欣 上下半区各有一个把关 这样松平剑太就以4比0 战胜了王浩 从而进入到了下一集的比赛 中节的比赛情况 我们稍后见